好,那我今天先來示範最簡單的骨架 最簡單的骨架 那骨架其實是看不到的 但是它對你做的那些人物啊 有關節的東西 譬如說一定要捨啊 這是很有用的 那你要做動作 你不可能說我做個模型 然後到處去拉它的點 然後讓它扭動之類的 所以這時候要靠的是骨架 那我先把這些都關了 好,我們看一下 這個東西 好,我要做骨架 那我先挖 弄成中文 怎麼改文英文 從上面拉下來 檔案這裡 然後呢 使用者編號設定 右下角 右下角 OK這裡 那我換回英文 我一直是用英文的用中文我會不習慣 這樣就好了嗎 OK 那直接離開就可以了 OK 已經有了 要主存 要主存 存在哪 一樣剛剛那個地方 OK 剛剛那個地方 OK 剛剛那個地方是在哪 這裡嗎 好 這裡嗎 好 然後 喔 Safe 用者設定 OK OK 好 OK 那我們現在來示範骨架 那我先做一個四節棍 做一個四節棍 好 那我先選正式甲 那我就用這個地方來做四節棍 好 所以呢 我們先稍微調整一下 好 那我 讓他平面化一點 比較好 好做 好 先把他縮起來喔 變得很小 然後呢 用這一個 拉長 好 這樣一節了 對不對 好 一節 然後呢 按Shift D 這樣會複製嘛 對不對 按G 等一下 太小了一點 要大一點 好 OK 這第二節 我覺得做得不好 好 判掉重來一下 Shift D 好 OK 再來 Shift D 好 這樣有四節了對不對 好 但是呢 這樣子我們相機可能照不太到 因為太大 太大 太大了 稍微縮小一下 好 好 前 按到 等一下 按到Pent 回到劍工室 好 旋旋一下 縮小 好 放下來一點 好 這樣可以照到四節 有沒有 那 稍微上點 顏色 好了 隨便弄個顏色 綠色 綠色的四節棍 加點 滿近光 好 OK 那四節棍 好 看得比較清楚 那 接下來才是重點 因為今天要叫的是 關節與骨架 那我們做一個非常非常簡單的關節與骨架 所以我現在先呢 讓它變成 框線模式 Wireframe 是框線模式 這樣子 沒有顏色的干擾 會看得比較清楚 我在這裡呢 新增 按Shift A 在這邊 按Shift A 新增一個 這邊有一個叫做 Armature Armature就是 骨架的意思 那Single Bone就是 代曆跟骨頭 好 現在新增代曆跟骨頭 你會看到 這個代曆跟骨頭呢 他 跟其他的好像一樣 但是事實上 他是看不到 對不對 骨架不應該看到 好接下來呢 我們進入他的編輯模式 選這根骨頭 進入編輯模式 他上面這個點呢 會是可以動的 稍微按G 移動他一下 移動到這個中間 接下來你還是一樣 在編輯的時候 我們之前不是用擠出法 那這個也可以擠出 我按E OK 擠 我按Z呢 照著Z軸擠出 OK 好 這樣子 我再按E 再按Z 照Z軸擠出 再按E 再按Z 按Z軸擠出 OK 這樣我擠了四節的骨架 那剛好對應到這個四節棍 好 接下來呢 我們看到 OK 這個四節棍已經好了 這是 我們現在回到物件模式 我現在要做的事情是 如果我就這樣子喔 你會看到 我這裡 這個骨架沒有帶動棍子 對不對 所以 一開始是這樣喔 一開始是骨架不會帶動棍子 但是呢 我們要把它做一個綁定的動作 它骨架才會帶動棍子 怎麼綁定呢 來看一下 我先選這一個 這一個 就是 就是剛立方體的那個棍子 然後我會選到這裡 這裡 我再選這一個 關節喔 按Shift 再選關節 然後這時候呢 他這邊會變 會變成有一個叫Post Mode 這只有骨架才有的東西 那你會看到 我現在選的是這個立方體 跟這個關節 OK 好 那我按Ctrl P的話呢 他會說 Set Parent 2 Ctrl P Set Parent 2 那我這裡選擇Bone 就是以骨頭為父親 以骨頭為父親 那這樣子的話 他會把這個 骨頭跟 木棒 放在一起 骨頭跟皮膚啦 這其實是叫他皮膚 抱歉 今天一直打噴地板 好 那我們這次 接下來就可以動動看 我都看到這一根骨頭 跟那個皮膚已經黏在一起 OK 但是呢 我們其他的美膚 所以其他的脫離了 所以要再做幾次 所以我先回大物件模式 選這個 再選這個 再進入Post Mode 這是比較麻煩的方法 但是 他比較精準 再按一次 選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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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入Post Mode 按Ctrl P 好 再一次 重做一遍 OK 這有綁好 好 那這個勒 有綁好 這個勒 有綁好 OK 好 那這樣我們的 四節棍就做好了 你會看到 他現在就是這個角度 因為我剛把他拉成這個角度 我可以按LTR 讓這些 關節呢 回到沒旋轉的模式 LTR 好 那這時候我們就看到 這樣 一個四節棍 可是這個東西是用來做動畫用的 他不是 不是 只是 只是一個 模型而已 那所以我現在呢 要做動畫 我就這樣子做 我在0的地方 我們這邊呢 有一個 有一個 這個 這個就是錄影模式 那我按下去 他就變錄影模式 他有個鑰匙 好 接下來呢 我先 隨便 動一下 我按這個骨架 現在在Post Mode 記得 現在在Post Mode 如果在Upgrade Mode的話 是不能做 關節骨架的 運動 然後在Post Mode 才可以 那我稍微 稍微 稍微動一下 好 按G OK 這樣子 你會看到這邊變黃色的 這邊黃色的時候 其實就是說 他現在記住 目前你的動作 記住目前你的動作 那我如果再這樣 OK 那他就來記住這個動作 我如果到20的地方呢 我再拉回來 那你就會看到這個現象 OK 他在擺動 對不對 好 那如果 我在這個地方這樣子 那你會看到 OK 好 好 那這個 這個顯然跳得太快 因為在兩格之間就跳 跳了很遠 不過沒關係 我們先這樣 在這裡呢 我稍微再給他擦個動作 好這樣子 那你會看到這樣 那這樣子其實 還不是很好用 如果你今天做的是每一節 每一節關節我都要慢慢動的話 那這樣子做就可以 可是如果你 希望說我一拉 全部的關節都一起動 那抱歉 目前這個模型沒辦法 他這一個拉只能這個動 這個拉只能這個動 OK 但是他的 他的後面呢 會跟著動 但是前面不會 那這種做 如果你做挖土機的話 是OK的 做挖土機 這種方式好像就差不多 如果你要做的是一條蛇 那可能這樣子就不太適合 那怎麼做呢 來 這裡 關節骨架 這裡有一個叫做 bone constraint 就是骨頭的限制 那我可以針對這一個骨頭呢 我加上一個叫做 inverse kinetic 這叫反向動力學 反向動力學 反向動力學 然後呢 我讓他呢 chain lens 你可以看到現在他這一個 只有這一節有顏色 然後其他節沒顏色 這代表他的chain lens 是無限大 無限大的結果是怎麼樣呢 你會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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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 基本上就 蠻符合我們現在想要的 那你如果 射chain lens 等於 1呢 你會看到 他就只有這一節會動 如果 射chain lens 等於2呢 他就會變成兩節 兩節 chain lens 等於3 他會變三節 ok chain lens 等於4 就基本上是像 剛剛那種 模式 我按G 去移動他 那所以看你想要什麼樣子 但是 這樣子的chain lens 等於4其實還是 不太好用 為什麼咧 我先把他設為 0的話就是無限大 就是 就是chain lens 等於 最長 好 他不太好用的地方 是我如果 按這個 有沒有 還是只有這節可以動 所以我變成這一節 我也要加 constraint inverse 好 那這樣子的話 他就每一節都可以動 而且我拉每一節 他都會 會有 反向關節運動的關係 好 那這樣拉好之後呢 我就可以做一件事了 我們剛剛的動畫 這個可以先取消掉 好 那這個要怎麼取消呢 因為我們剛剛已經 已經 加了 我們到這個 這個 可以先取消掉 動畫模式裡面 這裡其實已經 已經有剛剛的關節的動 動的部分 我們按 home的話 按home鍵的話 他會把剛剛的這些 點 顯示出來 我按b 把它框起來 我按s s 把他這些 關鍵引殼通通都拿掉 這樣子我們就沒有 會把剛剛的東西忘記清楚 好 接下來我們就做個動畫 就在這裡 我從 第一格的地方 開始 然後就 以這個位置 好 就這樣 第一格 地方 接下來 第十格的地方呢 我們就讓他 倒下來 好 這樣子 做第十格 第二十格的地方呢 就讓他伸直 好 第二十格 第三十格的地方呢 就讓他 往這邊好了 好 第三十格 那我們就做三十格就好 好 ok 那這時候我們可以 往回拉看看 他就做了這種動作 好 那這就是關節骨架的好處 他基本上是用骨架在操控一個模型 那種有關節的模型 必須要用這個東西 所以這是為什麼剛剛我們說那個 如果你有做尾巴 尾巴做直的就好 因為你到時候綁上去之後呢 整條尾巴就可以動 你再去讓他變成彎的 好 好 那 這樣子我們可以 跑圖了 跑圖 我來試 試跑一個圖 先確定一下 ok 這個 這個是ok的 那我們就試跑一個圖 我先把它呢 輸出 我先存這個檔 存在哪 存在C槽 CCCC底下 我叫做 armature 他一個字要講 好 叫armature 好 那我們就 好圖 好圖 我就讓他存在剛剛的那個armature 底下 好我讓他就輸出到這個資料 所以就跟我們模型同一個字要講 所以就跟我們模型同一個字要講 然後呢 跑出來的圖呢 我希望是直接跑影片 所以我用AVI JPEG 直接跑影片 然後呢 這裡 你如果在按Render 其實只會跑這個畫面而已 但是呢 如果你按Play的話 是沒辦法 因為你還沒有跑過圖 不能Play 你按Animation的話 就是我現在要跑圖 按Animation 那你會看到他慢慢在跑對不對 一格 兩格 三格 我們總共有30格 那等一下 大概等個一分鐘他可以跑完 我現在要掌握了 好 我現在要來 開啟 那是 我現在要做到 那是 我現在要飄成 一格 我那是 那是 那是 我現在要看 那是 那是 好,那30格了,所以已经跑完了 那我们看一下,刚刚的这个 在我们的Blender的这个字要加Armature底下 它会跑出一个叫001-0030的.AVI 这就是我们刚刚的图片 不过这里播放发声问 可能要换个播放器 这有没有什么GoPlayer之类 好,OK 那他刚刚跑出来的图就长这个样子 跑出来的影片 很简单 OK 好,这个广告能拿掉 好,OK,大概这样子 没办法,这是广告软体 好,OK 所以你就看到我们要做一个关节骨架的 最简单的东西,其实好像不是很难 那你这个东西可以用来做什么 最简单的 我是觉得你可以做蛇啊 或做毛毛虫啊之类的 那那个就比较简单 但是做蛇和毛毛虫 我就要让他自动绑 因为那个太多结了 不可能 不可能自己 自己这样一结一结绑 好 那这是关节骨架 建议各位先试用看看 试用看看 那等一下我们会用 外部模型哦 来示范 怎么样子做动作 那那个外部模型 我各位可以先下载 在哪里呢 好,外部模型 OK 天啊 我没有贴上来 好 那我 我看一下 那这边 这边 好,前一点 好,这只哦 我今天用过这只 我觉得这只不错 这只 模型的档案 不是很大 然后 又蛮不错的 所以我就登录一下 好,这样登录之后 好,先整理一下 OK,我就可以下载 还有3MP 那这个模型是 创作公用的 这个网站很好 他 模型 都是创作公用 那就可以 上进 好,这个模型 我把它剪下 那我放在 放在C槽的 这个 C槽 C槽 下 OK 我把它 贴上去 然后 把它解压 说 下 它好像 里面有一些 名称 怪怪的 但是 好像不太影响 就 关闭 好,现在呢 我们得到这一个 这个 这个是要讲 这个是要讲 那它里面有讲它的授权 然后 这是它 长的样子 然后我们可以开这个模型 那各位先去开 下载这个模型 看一下 其实它 做得蛮好的 然后 它这边是用CycleRender 所以你可以 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如果我这边呢 这边 使用Render 你可以马上就 立即看到它的结果 抱歉 我拉 角度拉到 不知道把它来去 OK 我把地板给拉上来 就看不到 好 这是 这一个 机器人的模型 那 建议各位先下载 那等一下我们 我们再示范的话 你会比较容易跟着操作 那因为 下课时间到了 你就先休息一下 谢谢 谢谢